高掌挖个神奇小片让你快乐一整天 我是挖个连朋友掌 说美国大公司去沙特 整一个非常高科技的全球领先的大项目 万万没想到我 最后败在了中国公司手里 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故事呢 话说老汤是阿美利加成功人士 年近50 曾经是有车有房有公司 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 可现在中年危机了啊 离了婚房子车子都没了 女儿还要一大笔大学的费用啊 可这个危机是怎么造成的呢 原来是自己的公司跟中国公司竞争 被干黄了 于是他啥也没有了 现在只好给别人打工 做一个气球福报的打工人了 所以他非常痛恨中国公司 他现在有一个翻身的机会 公司有一个全息投影的大项目 要去沙特国家开发区竞标 这个项目要是成了 房子车子还有闺女的学费啥的 都不是问题了呀 老汤知识人来到陌生的沙特 这块全是大沙漠 因为导师差第一天就睡过了头 不得已只能打一个专车 专车的司机叫做阿福 每天开车还要把发动机的电线 重新检查一下 就怕别人给他汽车安装炸弹的 他是啥重要人物吗 也不是 就是勾搭了一个不该勾搭的小gringer 怕人家老公报复啊 阿汤坐着阿福的专车 来到了自己公司暂时的驻地 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呀 上面零星有几个建筑 这块以后要建成一个大的开发区 不过现在某仙也没有 而他的公司呢 现在在一个大帐篷里面 里面就四五个人是先前不对 没喝没吃没外饭 没有比较没伤害 旁边就是豪华大楼 他们却住得像乞丐呀 老汤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这个事得解决呀 而且为啥老汤能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呢 是因为活好吗 非也非也 完全是因为他说沙特国王的侄子 沙特王位的第1003个顺位继承人 是他的好大哥 所以啊 公司才派他来的 可其实呢 啥好大哥呀 俩人只不在撒尿的时候见过一面 国王侄子看看他 说了句 小老丁 他说了句 好的 哥 就这关系他也找不上人家国王侄子呀 只能自己出手了 他来到了旁边的大楼 要找这里的负责人 接下来他在前台跟他说 负责人出门了 明天准来 第二天老汤又来了 前台说 哎呀半夜都回来了 有事又走了 明天吧 明天准来 第三天老汤又来了 前台说 这不巧了吗 这不 这不巧了吗 这不 刚走去网坎达了 老汤都懵了 网坎达 咋不去阿凡达呢 明显就是撤肚子呢 拉倒吧 我进去自己找吧 老汤自己进去了 一顿找 真美在 不过 认识了一个丹麦的女的 几句话 唠的还行 女的给他弄了瓶酒 拿了回去 这啥特呀 是金酒的呀 来了这好几天了 老汤早就馋着一口了呀 看看一顿喝 喝的有点上头 洗澡的时候发现 哎呀 我这背后怎么有个大包的 难道是要长翅板儿吗 不行 他借了点酒劲 拿出一把刀 直接学官儿 也来了把刮骨撩毒啊 得去医院看看 来到医院 竟然是一个女医生 接待着他 在这沙特 这种女性地位低下 非常保守的地方 这简直就是奇观的 女医生给他看了看 说没啥大不了的 就是哎 吓得老汤一得子呀 女医生说 一嘴一嘴 我割你点肉 给你换一换一换吧 行吧 只能这样了 老汤割了之后 从此是开始忐忑起来呀 回到公司 一看更烧心了 同事们都热晕过去了 咋的呢 空调坏了 在中东大沙漠上 整个破帐篷 里面还没有空调 这晚上比烤箱低不了几度啊 老汤彻底怒了 又去找负责人 钱泰还在这说呢 你说巧不巧 你说巧不巧 刚走 去塞布坦星球 系卡车去了 老汤心里 一万个妈妈批啊 去天后那吧 老子直接上楼了 他本来没抱什么希望啊 可万万没想到 哎呀 负责人真在这呢 老汤呵呵一笑 你不是去瓦卡拿了吗 你不是去塞布坦了吗 咋回来了 七年柱给你送回来的呀 负责人不好意思的说 哎 钱泰就是个新来的 不懂鬼子 您别生气啊 我知道你是美国公司的 我这有个事 咱们到上聊吧 于是他们开着车就上道了 老汤就说了 没别的 我们就是想有吃有喝 有WiFi 空调消耗 别让我同事考成苹果派 然后找国王过来参观 您得赶快 我们这个项目都整好了 就差拿出来晒一晒 负责人说 没问题 包在我的身上 他们到了这个地方 又聊了一些事 负责人说了 现在你们这个项目 包括很多在沙特的所有项目 都是中国公司做的 你们这个价格高出一倍去 你们想做成 得整点诚意 老汤一听也是撇嘴 我原来公司都被中国公司干黄了 这个项目不能再被中国公司搅和了 但是中国公司太奸了呀 不好挣 反正就是一通说吧 有点没得的 核心话题就是有点被中国公司支配的恐惧 老汤这边终于看了点希望了 但身体不行了 晚上病情发作 自己差点没过去 那个女医生来了 又救了她一命 她觉得完了 肯定是矮了 死翘翘了 拉个钉钉的岛吧 还工作个毛线球子呀 玩儿 于是她跟转车司机阿福 回了一趟阿福乡下的老家 在这块因为自己语言沟通不顺 还瞎开玩笑 说自己是CIA的 差点没让当地人给抓起来 想让阿福从中作梗 才避免老汤被人活活打死呀 在阿福家里头浪了一宿 还出去打狼 但是毕竟自己是打工人呢 打工人 打工魂 打工才是人上人 还得回到现实中去 但回去之前 先去医院看看结果吧 哎呀 女医生没在 男医生接待着她 男医生说了 没事 良性的 割了就行了 马上就能做 随做随走 是不影响工作 老汤一听挺高兴 但是医生说的怎么感觉 不是长个肿瘤 而是意外 怀了个孕 很快 手术安排了 是个中国医生 老汤非常闹心 说不行 我跟中国人八字不合 星座相课呀 我工作都能整没了 我要换人 此时正好女医生来了 就把她给做了 瘤子割了之后 给他们派人做饭 帐篷里面还重新装修 一切都朝着 好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 阿他跟女医生 是红艳传输 一封电邮 一封电邮的通信的 慢慢的好上了 沙特国王也来了 看了他们这个 全息项目的展示 十分满意 于是沙特国王 他就选择了 中国企业 因为中国企业 又快又好 技术领先 价钱只有老汤 他们公司的一半 但是老汤也释怀了 一直被中国企业 压制 已经习惯了 另外一边 他和女医生 处得老好了 现在是身陷 黄昏恋之中 那可真是 最美不过 西洋红 温馨又从容 为啥如此从容 因为女医生 海边的大别墅 因为女医生 家财万贯 因为阿唐哥 不想努力了 不想做打工人了 把女医生 伺悟好 啥房子 车子 女儿的选费 都不是问题了 故事到此 全部结束了 这个片 叫国王的全息图 面上看 就是一个 中年危机的清洗剧 咱们把老汤换成老美 想去插手中东事务 挣人家钱 但是到那之后 文化不同 强行述出自己的价值观 却被当作敌人 想挣钱 所以前期投入很多钱 最后啥也没捞着 赔了不少 身陷其中 实力已经不行 最后美退中进的 一个不温不回的小片 完全展示了 世界发展的趋势 影帝 汤姆汉克斯的剪片 还是很讲究的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 接着吧 さような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